吸毒有多可怕呢 但你看到新竹县毒品危害防治中心 就在竹北举办当名画预见毒品特展 运用视觉冲击效果 像是大家熟悉的蒙娜丽莎 吸了海洛因之后变得病态消瘦 鲁特勤男孩吸安非他命之后 这煤池也变了烂牙 带大家来认清毒品 实现国小直笛团演奏优扬的乐声 为画展解开序幕 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危害大 当名家遇见毒品特展 就运用视觉的冲击效果 带大家认清毒品 毒品是有害健康的 毒品是会摧毁一个人的 摧毁一个家庭 摧毁一个社区 所以有我无毒 我想这很重要 我想现在时代的进步 新的毒品穷出不穷 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孩子 不要让我们周边的人 有机会的来接触到毒品 提高国人反毒意识 建立反毒防治网络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 就在竹北圆白举办特展 透过耳熟能详的世界名画 全市吸毒前后的对比 让民众知道适用毒品的可怕 像是蒙娜丽莎西海洛因后 变得病态消瘦皮肤病变 鲁特勤男孩系安非他命后 一口美尺也变成烂牙 毒品成瘾更会造成食欲不振 幻庭幻觉和精神错乱 名画是那么的美丽 那么的珍贵 但是你被毒品伤害以后 他就受到那个形象 那整个健康都受到了危害 那这样就是寓教于乐 然后从这个展览里面去体验 然后去行私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宣导活动 能够让反毒的意识 能够深入社区 深入校园 以及深入偏乡 让每个人都有反毒的意识 然后进而建立一个无毒家园 展览还加入试毒知识 能了解到毒品危害和陷阱 超过石府的世界名画 持续到6月13号都能免费参观 拍照打卡还能抽奖购物券 要每一个人勇敢向毒品熟布